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于非又来到快评的时间 今集亦为大家补充一些我们平日不为意的新闻 今集与中国国情有关 由7月中前后开始 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出了酷义警告 連平日很少會大面積氣溫是攝氏40度的中國 也有七八十個城市發出高溫紅色警報 不少省市都破了攝氏40度的高溫紀錄 不少記者量度地面還高到60度 7月28日中國某一個大型網媒有以下這個新聞標題 就是全國桑拿天、地圖出爐、廣東、福建等地 將體驗高溫排桑拿房 看到這樣的標題就知道中國熱到什麼程度 當我們普通人都很難撐 替戶外工作的環圍工和交通競技感到辛苦的時候 有一種身份的人簡直是令我不忍心看到 他們就是被稱為大白的、要穿密封防護衣的人員 對這個工種人員表示尊敬、尊重是不夠的 我用今集派評說一些不是太多人報導的觀點和細節 知足夠多的細節才會做理性的判斷 理性地吸收知識和信息 首先按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助理教授陳瑞森 在2022年2月發表的學術文章指出 以戶外溫度攝攝攝35度來計算 注意還未去到當前的40度 在攝攝35度之下 穿密不透風俗稱大白防護衣的人員 只不過是一個小時 他們的體感溫度就可以飆升到64度 因為大白防護衣和外界隔絕 等於沒有途徑散熱 幾個月後2022年6月 熱工程案例研究這本雜誌 刊登了廣州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學者的一項研究 對3658名醫護人員在烈日當空之下 著大白工作的身體不適做調查 以下是結果 當中有八成人大量出汗 呼吸困難的有55.2% 頭暈的有45.3% 心跪有29.3% 過度脫水的有46.8% 視力障礙的有49.3% 手比汗浸到脫皮的有56.7% 此外面部總漲的有74% 上述這些數字 他們也沒有生命危險 但就是身體不適的數字 再到7月16日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教授張文宏團隊 在《華山感染》這個公眾號說 一旦環境溫度高於35度 防護服不可能通過傳導、對流或輻射散熱 因此張文宏團隊建議 如果不是在放瘡醫院或定點醫院的病房救治患者 醫護人員在戶外沒有空調環境執行篩檢的時候 原則上不需要穿防護服 只要在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戴上N95口罩就可以 在張文宏團隊呼籲戶外人員 可以不穿戴白之前的兩天 7月14日 江西南昌溫度是去到攝氏38度 當日有一名是孫採仰護士突然暈了 經過半小時搶救,他脫離危險 這位護士期間出現瘋癱症狀 有專家表示,癲癱症狀反映 他的腦部已經受到熱損害 他人的生命固然搶救回來 不過可能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腦損傷 之後7月16日 南昌市宣布 室外採仰人員不需要再穿防護服 改為是穿那種一次性的隔離服 此外,採仰的地點都盡可能安排在陰涼的 避開陽光直射的地方 採仰人員一個小時就換班 並且在檢測點安放制冷機、風扇、冰塊等等 說全力保障核酸採仰醫護人員的安全健康 到目前為止 江西南昌是命令不需要穿大白的先行者 7月20日上海也有變動 不過只不過是讓那些核酸採仰人員有選擇 可以選擇穿隔離服或大白防護服 中國內地傳染病專家妙曉輝教授表示 穿著全褲武裝,即大白防護服 醫護人員不方便上廁所 他們會因此減少飲水 而他們同時大量出汗 會很容易引起中暑和循環衰竭 其次妙曉輝教授表示 如果在他們周圍的空氣超過攝氏40度 這些大白醫護人員 他們的體溫調節中暑調控會失效 令體溫可能達到或接近環境溫度 從而傷害中暑神經系統 如果同時他們被太陽照射 就有可能導致熱射病,會構成生命危險 另一位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感染科主任醫師張震華表示 雖然沒有研究對比過 醫護人員穿和不穿防護服 對感染風險有什麼分別 但他說 從原理分析,穿大白不是必要的 反而容易造成形式主義 張震華所指的原理 是防護服無非是防止病毒 或是氣溶膠黏在衣物上 他說,其實只要不用手去接觸口、鼻、眼 單憑物體表面傳毒的風險 已經被證明比較低 加上身外空氣流通 還有一件薄的一次性的工作服遮住 已經很足夠 好了,今集為大家補充 可能被忽視或很少報導的新聞 好了,節目結束前總結 最近中國內地有很多地方都出現熱射病 有很多求醫的個案,有些甚至因此死亡 熱死人啊,當前已經不是形容詞 是個陳述事實的用字 大白中暑雲島的新聞最近多了很多 防護醫本來是用來保護他們的 現在反而成為他們健康的最大威脅 好了,今天的快評先說到這裡 愛如非,時事觀察見,拜拜!